秋風起, 吃辣味 不過選擇的時候就要特別小心 因為紹衛會近日測試了 30款辣腸樣本 全部屬於高辣食品 其中六款驗出禁用添加染色料 有機會導致患癌 包裝標明的收支 原來一樣脂肪超標 立刻凍張細望 歡迎收看東張細望 其實現在已經12月中了 聖誕節已經到了 但你知不知道今天最高氣溫 有27度 原來你是想冷, 沒問題 因為天文台說 接下來有一道冷風雜港 明天的溫度會剩下今天的一半 就是12、3度 請問夠冷沒有? 立刻有感覺, 這樣就像冬天 而且一說起天氣冷 外出就會很想吃蠟味飯 原來選蠟味也要很小心 正所謂秋風起, 吃蠟味 現在秋冬時節 最好就蒸蠟蠟腸, 暖一暖身子 但是昨天消衛會發表報告 只是30款受檢測的蠟腸當中 有六款含有香港禁用的染色料 最嚴重的有可能引致癌症 有點害怕 而且我們老人家也不要吃那麼多 基本上臘腸很多時候不是有益 吃糖又死, 吃鹽又死, 吃飯又死 總之是中國四大飯 不明白的, 粥粉麵飯也說是死的 不明白的, 粥粉麵飯也說是死 那樣東西吃比較少 這次驗出有問題的染色用料 叫做紅2G 以及俗稱玫瑰紅的藥丹明B 有可能會令人致癌 及出現嘔心、嘔吐 及尿液變紅等症狀 消委會列出售賣有問題蠟腸的商戶 及廠房 他們分別位於灣仔、西環及旺角 我們去過其中一間查詢過 我自己莫得很大的錯誤 用那種粉去染成仔 到最後,臘腸洗完進去背後 它會流進臘腸的皮外 然後染了那種粉 那些成仔我全部放進去染過 用食粉來染成仔 這兩天也有幾個上來換錢 趕快給人家一些錢 人家這麼遠回來 這麼不開心是自己造成的 我們也去過另外一間 位於旺角有售賣出事蠟腸的店舖查詢 他們表示11月15日收到消委會的信 已經即時將相關貨品下架 18日正式回復消委會 該店舖已經沒有再售賣有問題的臘腸 有時會少吃少點,不要吃 沒有以前那麼多,吃得很累 因為你不知道哪些有事哪些沒事 小吃,一年吃兩三次很普通 消委會的報告也指出 即使臘腸包裝上指明瘦肉 內裡的脂肪含量一樣有可能超標 市民要多加留意 除了買臘腸要小心外 最近亦有商戶把比較便宜的鴨肝 當作鵝肝賣 幾個負責人被海關拘捕了 海關指出作出虛假商品說明 和出售相關的貨品 有機會被罰款50萬和監禁五年 大家千萬不要以身自發 其實無緣無故吃了一些假的東西 真是挺驚嚇的 不過以下這位朋友應該是驚喜多了 事關有人幫他搞了一個 很開心的生日會 我們不如一起送上一首 生日國比遠遠好嗎 好… 好… 所以我們要稍後 當中年好聲音 う二的一眾參賽者 昨晚雲集錄影廠 除了錄影新一集之外 還一起為今個月生日的遠遠 預祝生日 這個驚喜令她感到很感觸 怨怨, 你好 生日快樂 謝謝… 我以為今天要錄幾集 所以有這麼多人一起在化妝間 突然捧了蛋糕, 真的… 很有愛 對 生日慶祝是否排練演唱會 生日慶祝是吃雞胸、吃蛋白 還有做下午, 練歌、排舞 說起伍仲俠老師, 你的飯歌排舞味 我還沒開始排舞, 很緊張 很棒 幸好你們終於聚在一起 吃一頓潮州菜了 是 今天真的流走的真味,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拍攝《流走的真味》的時候 我們幾個嘉賓很少一起聚在一起吃 是嗎? 今天回來香港 可以吃這麼漂亮的潮州菜, 真棒 由兩個主德之人, 三姐和德哥 帶著潮州仔林靜峰主持的 飲食節目《流走的真味》, 昨晚首播 去到潮州, 兩位大廚都快地取材 大顯身手, 這一晚當然不例外 這是肉餅高蟹圈 肉餅高蟹圈, 很漂亮 我在潮州沒吃過 今天德哥特別安大 不好意思, 很笨, 馬上嘗嘗 很厲害 第一個, 我們在其中一集有做過 金剛好 真棒, 這樣… 很大隻… 德哥, 我看到你在節目上 有做過這條魚 但是今天… 我當時沒吃過 今天我看到你做出來了 這是什麼名堂, 怎麼做 這就是尖峰大煙蔥魚卷 很大條, 挺筋的 這條起碼是深筋的 對… 很少一間影廠這麼大條 對, 只有細小條 只有細小條而已 對 而且這是一口肉, 對嗎 沒錯, 加年 韋哥, 什麼給我呢 韋哥幫你, 真是 感上天黑, 更加好味 對 很棒… 怎麼樣… 很棒, 韋哥 那裡我做了一個生煙 是 這個也是我 生煙正峰 不是 還沒吃到嗎 還沒吃到 我先鎮了一會 那裡煙了… 對, 其實生煙正峰之餘 我還有生煙的屍堪 很好吃的 很好吃 我試試看 我很喜歡 潮州地區的地帶脈搏 東西又生鮮 所以我特地回到潮州尋酒增味 我吃很多東西 肥了很多 我吃很多東西 我看大家都停了 大家都停了 嘉賢真仍然是這麼性感 我們真的很享受 是 介紹了很多潮州當地的各種特色 很好 是 對, 真的很開心 已經說得很棒了 大家一定要留意什麼節目 好, 潮州的真味 好, 潮州, 潮州, 潮州 潮州, 潮州, 潮州 潮州, 潮州 潮州, 潮州 食物安全中心今天剛剛宣佈 丹麥有一個城市正是爆發 H5N1禽流感 所以已經指示業界暫停進口 那個地區所有禽類產品 其實香港一直都有進口 丹麥的冷藏禽類 所以大家真的在買的時候 要小心點選擇 吃下肚的東西, 安全也是最重要的 除了安全, 健康也很重要 留意裡面的QR Code 可以得到更多相關資訊 你覺得多少歲才叫老呢? 30歲吧? 30歲才覺得老 其實也是保持的問題 保持的問題, 不覺得很老就沒問題 很多人都說時間是最公平的 你過的一分鐘 和我過的一分鐘 其實都是一樣的 有研究顯示 人平均都想有90歲的命 有些人年紀開始達了一點 很少就開始衰老了 有些人又保持得很好 難道他們懂得逆轉時光? 愛回家的KC歐瑞偉 看起來年輕又有活力 身手又敏捷 怎麼會猜到他已經過了62歲生日 究竟他有什麼逆靈秘訣? 年輕秘訣就不敢說 大家都知道我做舞師入行 以前我拍很多動作片 需要很多體能 所以經常要健康自己 但是發覺最近這一年裡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真的老了 所以記性又差, 又容易累 身邊的朋友叫我吃NMN補充品 還有PQQ和子彈期 可以有助改善身體機能 延護衰老, 幫我保持負責 為什麼NMN可以延緩衰老? 體內有種抗衰老因子 每20年就會下降50% 當我們補充NMN 就可以提升身體的抗衰老因子 激活長受因子蛋白 從而減少DNA受損 以及可以保護細胞健康 除了NMN之外 還有什麼元素可以延緩衰老? 在南匯有種抗氧化物質 它叫子彈期 它的生物利用率是百裂路上的四倍 可以更加保護細胞 以及免受自由基的傷害 另外, 初步也有越來越多研究子 PQQ、亞貞胺 它們可以保護細胞 從而減少因為細胞受損 而人發的衰老問題 我吃了NMN補充品 幾個星期之後 很明顯睡了很多 以及精神很多 就算開外現在早上六點 或者拍到通宵也沒問題 我回到家 我對兒女都說我精神了, 年輕了 我老婆也說我容光滬發了 還要說跟我一起吃 樓佛山一間拯救遺棄寵物中心 負責人兩年前被揭發 陳酷對待五隻糖狗 多名前員工及義工向我們爆料 疏忽照顧只是冰山一角 待會東張西望 我們分別收到兩個 分別來自青衣和葵聰的觀眾報料 我們昨晚11點和凌晨3點 在家裡都拍到這些片段 馬上看看 看到兩段片裡都可以看到 夜空中有很多白色的光束 好像鬼火一樣內匯異動 有人問是否UFO 我可以肯定告訴你 不是幻彩榮香港, 因為時間不對 其實三更半夜看到, 真是有些奇怪 究竟是什麼呢?我們要進一步調查 但以下這個個案 我們好像查得越來越清楚 在今年11月22號 位於樓佛山 一個以拯救被遺棄寵物機構的 其中一位創辦人黃小姐 因為涉及五隻狗的殘酷對待動物罪 在屯門裁判法院被判罪成 入獄兩個月, 換刑兩年 有多位曾經在這個狗場工作的 前員工和義工向我們爆料 狗場的情況 可能比大家想像更加惡劣 令人擔心 仍然在狗場裡生活的毛蟹 看到狗這麼慘 我們又出錢給牠們知道 但牠們也不給 牠們也不給, 我覺得狗恐無助 人手不足 因為很多狗都有皮膚病 有病, 還有狗溫 其實不應該收那麼多 對擔心動物將來 都是這樣的下場, 說沒有位置 但這個機構收狗收得很容易 其實數字都掩蓋了 其實死了多少, 沒人知道 傷成點, 沒人知道 攝氏狗場在香港一個比較大間 拯救和收容被遺棄寵物的機構 網站資料說牠內收容多達350隻狗狗 而牠們間中都有救援流浪動物 機構有兩位創辦人黃小姐和Fiona 不過在2021年7月出現狗婚 Fiona被趕離牆 緊接8月, 漁護署和愛協到場 進行突擊檢查 發現牆內有五隻狗 健康狀況欠階 其中一隻糖狗之後更需要接受手術治療 其後又檢獲三具狗隻屍體 創辦人黃小姐被控殘酷對待動物 同時網上出現種種傳聞 例如指攝氏機構一直沒有善待避救動物 又會將狗屍埋在附近紅樹林 數量有過百隻 加上很少人可以進入狗場核心地帶 見到真實一面 稍為有反對聲音都會被封鎖留言 Aman是這個機構的前員工 談到一些狗場內的工作環境和情況 有些狗在裡面做了十多天的員工 我們很和平地找人做的 其實牆內的牆內是大的 狗相對來說比較多 應該大約有三十多至四百隻 每一格都有三、四、四、五隻狗 在一格內,更醜一點 牆內有兩個負責人 一個是黃小姐,一個是Fiona 還有我,再加上一隻 總共只有四個人 基本上主要負責的東西 只有黃小姐 Fiona完全沒有主權 我具體的工作 基本上每天清潔狗瘡 餵食和煮飯給牠們 人吃的,場主要吃的 工人要吃的,我都要煮 每天都要照顧三、四百隻狗 只有四個人、八對手,怎樣分工 我負責餵三至四條巷 大約有多少隻狗 我想應該差不多有一百隻 其他範圍就是那個小姐去做 平時黃小姐,我經常看她工作 Viona就負責餵那兩條巷的老狗 你覺得夠不夠? 不夠 基本上你說要帶牠們散步出去 不可能 所以我們在清潔那裡都做完 餵食都由早上八點 到六、七點都還沒完成 你沒有時間去放牠們出來 所以找到那些狗也挺可憐 這隻本身很瘋狂 牠們困了幾年都困到純粹了 我們清潔完 我自己會在清潔那段時間 會說狗在外面逛逛 牠們的場主當然不喜歡 狗狗洗澡呢 我做不到的 狗狗不狗都會看到有義工 幫一、兩隻洗澡,就不多了 除了員工,有前二公子 有人把牆內老狗扮成新舊回來的狗 自己無奈成為撒謊的共犯 其實那時候有一隻狗叫Belbel 牠在這個牆內 其實已經住了大約七至八年 我們有一天發現牠的肚子漲漲 覺得牠可能有點不舒服 同時牠不吃東西 我們告訴Felana有這種狀況 Felana跟黃小姐說 接著回來,黃小姐說 如果這隻狗要去看醫生 就要交給黃小姐去處理 我們覺得不要緊 你要帶牠去看醫生就行了 之後幾天 還沒有Belbel看醫生的消息 但牠在社群網站就看到這個貼文 這隻叫Belbel的狗 然後被人改了名字叫Kaka 然後按照一個故事 就說牠被人綁在牆附近的一棵樹 就說有些衰人遺棄了牠 我們就問究竟發生什麼事 因為黃小姐說如果要這隻狗去看醫生 就必須要再籌錢 就要當成一個新的個案 去拿來籌錢 不可能這樣吧 你是在騙人的 而事實上這個個案 後來我們知道牠都籌到相當的金額 牠還質疑Belbel這個重新包裝的新故事 目的都是為了錢 今年三月開始數 數到11月左右 大概牠收了160多隻狗 出了領養或者死了的 大概約20隻左右 但是其實由21年牠被控告開始 牠聲稱場地有400隻狗 直到我們去法庭聽審 牠仍然在說有400隻狗 其實牠多了140多隻 為什麼一直都只是報稱400 這是計算而已 那些狗去了哪裡 另一位義工Ann 半年內先後入場幫忙十次 曾經想帶牆內一隻嚴重甩毛的狗 去看獸醫 但被人極力阻止 有一隻叫少少 牠生了無狼蟲 我去過幾時就覺得很有問題 為什麼不醫治 然後就問過黃小姐 她說她104季都是這樣的 她說我104季 那你也預約著我 就說要求帶牠去看醫生 黃小姐不給 她偷偷地自己用幾千元 去買一些針藥和口服藥給少少吃 但病情也沒有好轉 真的不行 真的要嚴血才行 然後我便預約了寵物醫院 叫了車 要求黃小姐 讓我帶這隻狗去看醫生 牠不給 即是車已經在門口了 車已經在門口了 已經準備上車 也不給 原因是甚麼 原因是不讓我帶這狗醫 就是這樣 但少少已經很厲害了 就是無狼蟲 最終就是這隻狗被愛犧救了 就去殘酷對待動物 法院裁定創辦人黃小姐 殘酷對待動物罪罪成的時候 裁判官提及涉案五隻狗的情況 都是顯而易見 不是短時間內形成 認為被告處理方法 互亂兼不合理 令狗隻受到不必要痛楚 裁判官更指出 若果資源不足 就不應該養那麼多狗 Ann說, 牠在做義工期間 不僅看到有皮膚病 有腫瘤的狗狗 還預證牆內爆發狗溫和腸病毒 牠叫我們不要發聲 如果你一發聲 就會怕外協或遇過雪藥 風潮, 死了很多狗 夜幾三日隻都有 很殘忍 但如果你來參觀 牠只會給你展示區 給你一個好看的 你想看一支狗瘡、羅馬牆 還有另外那些困難的 深入的, 不用指揮 裡面那些是骯髒、骯髒的 有屎有臉 而且又老, 又腫瘤 那些壞的就不讓人看 另一方面, 機構創辦人黃小姐 在被捕後 其實有發出千字文反駁 部分坊間指控 只傳聞是被另一位創辦人 Fiona誣衊 有人報復式抹黑行為 令牠和機構蓋上污名 兩個創辦人之間的狗分 難以判斷誰是誰非 而令前義工最擔心的是 現在在這個狗場的狗生活成怎樣 因為自從場主被告殘酷對待動物 狗場就開始被封閉 不再讓牠們進去探狗仔 外間根本沒有人知道狗場實況 於是我們嘗試聯絡狗場 場主竟然一後答應讓我們入內採訪 坦朗, 你好, 我們是東章西望 是 留意明晚東章西望 若狗狗場直擊實況 我們早前跟進過一個個案 就是市主深受廠室問題困擾 不過有新進展 因為房屋處在前天批了他的調遷申請 接下來星期一還可以去看新居 市主, 開心了 還大讚房柱反應快 也大讚我們東章幫到牠 其實不用客氣, 繼續支持我們就行了 明天再和大家東章西望 拜拜 曾經出現若狗狗場 一度禁止義工探訪 令人擔心再有疏忽照顧動物情況 我們難得深入狗場 實地直擊最真實一面 當時人親身回應種種全民 中心收留超過400隻狗 兩、三個員工如何照顧牠們 是有人刻意抹黑 還是真的沒有能力照顧這麼多狗 留意東章西望 章西望